我们现在是6点20 先来看日出 对面的雪山已经有很多云飘在那了 希望今天有一个不错的日照金山 前面的雪山已经快出来了 我们要赶紧加设计位了 有点遗憾没能拍到这个雪山出来 但是也很足够了 发现了一条山上的好路 上去看看 雪山那边已经很好看了 只不过可惜没有那种金光 在新疆爬山最好的一点就是没有高反 所以爬一下这项的坡徒步路线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一处可见奔跑的野马 这里的景色真是太绝了 天哪 我们自己发现的 从来没有人来过的 但是感觉这里应该是开过车的 应该是牧民开过车的地方 对啊 这里谁都没有只有我一个人走在路上 清晨的阳光满 那感觉实在是像走到了什么人间秘境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踩到牛粪 库尔德宁满足了我们对新疆所有的想象 这儿有库尔德宁和峡谷 一望无际的草原 湍急的河流旁边就是高耸的山树 远处的喀班巴一封雪山和它脚下的牧场 形成了一幅层次分明的画卷 我们一直往雪山方向走 不知道出现在眼前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但是山在那里 心向往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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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雪山脚下有许多莫名的小木屋 雪山流下的溪流穿过领海 那流水的声音真的太好听了 坐在小木屋前什么都不干 光是听听流水的声音 看着牛儿安静地吃草 就已经很满足了 点灯 你在船上一头 满尾 河哪里 河哪里 封策 船上一封 真的 海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整个雪山已经开了 今天的天气应该会非常的不错 但这边天气实在是太多变了 所以很难讲 希望今天有个好的天气 续不够多的时候就要想点办法来加水 比如说像这样子 简单的收拾一下车里 我们现在在等着对面的抓饭 那个老哥刚在做 他说等半个小时 吃个饭我们再去玩吧 今天已经当了特种病了 当我们已经回来 已经玩完在洗漱的时候 别人才刚刚起床 我们已经玩了三个小时 在新疆就是容易过度玩耍 我走过去大哥非常充满笑意的看了我 因为他知道我来了第三趟 哇 新鲜的抓饭 对 好香啊 刚刚放过吃看肉香 新疆领区里面的这个饭也不会 非常的实战 他跟我说 这样放饭的话 油就可以往下走 这样饭就不会太油 已经大块入饼 可以可以 好嘞 大哥人太好了 给我们端过来 对 把送餐上来 有点烫 新鲜出炉的两份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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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饭对我们来说 比较的清淡 一定要加点辣椒粉 吃饱饭 特种病继续出发 过了营地 往出口方向开 有一段路特别烂 而且还是单行道 所以走出了这里 就不能再回来了 现在我们到了东沟这边 准备去营上草莲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地图有点混了 看不太明白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路过的这一片露营地 就要下车了 就要这一停车了 不然你就像我们一样 直接开出了景区 差一点点 还好那个景区工作人员说 让我们回来 现在的人不算很多 我们准备看看要不要骑干马 在这里骑马的话 如果没有专门租一个人 帮你签马 就只有三匹马 由一个人来控制 对不经常骑马的游客来说 还是挺刺激的 就把他像电视剧那样 马架一声就跑了 不过毕竟是身经百战的马 他们都被训练得很好 不会到处乱跑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棒的 大家一定要来体验骑马 如果不骑马的话 上来真的很麻烦 整个景区的物价监管 还是挺严格的 都有政府统一管制 而且还一定要买意外保险 所以挺有保障 可以放心去骑马了 你不要驾哦 我们这次骑马的终点是云山王 看看世界上最大的云山是什么样 你要上 我们骑到了一个站点 然后我们就要徒步了 所以还是要走两步路的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问一下那个大哥能不能停下来 现在就梳理好两块 这个就是传授中的云山王 所以专门修了个楼梯给他 可以拍到你他都拍不到他 这边的植物 反正的颜色都非常的通透 哈哈 哈哈 跑起来了 跑起来了 哇 我们要过河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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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到了唐布拉 我们本来原计划是想去孟科特的 但是因为我们发现六点半之前就一定要入园 我们可能赶不上了 所以我们临时改变了计划 直接去唐布拉晚到明天 然后我们从独库公路回乌鲁木齐 这样我们的时间才赶得上 吃一味好去还车 唐布拉也真的太美了 大家看到刚刚那段行拍了吗 真的太绝了 雄伟的天山不仅制造了无尽的冰川和森林 更创造了曼妙的高山立体草原 也刷新了我们对草原的刻板认识 伊犁河的三条之流 龙乃斯河旁边的伊犁河谷是空庄大道 南边特克斯河的昭苏和特克斯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唯独尼勒克县北天山间的喀什河谷游客还很少 但实际上这里有完全不逊色的峡谷和草原美景 长达百里 号称百里画廊 喀什河畔广阔的次森林一派遗人的森林湿地景象 到达种风场后 河谷豁然开朗 两岸台地风貌的草原上芳草阴阴 云山林苍翠亭拔 有草原、流洋、流云、雪山、蒙古包 这段河谷长达一百多里 所以人们又把唐布拉草原称作百里画廊 从种风场到乔尔玛大概八十公里 处处风景 导演 现在就等着那边的梦幻日落了 现在已经很冷了 得穿上女红服了 现在才八点半 时间比较早 我们先吃个晚饭吧 今天晚上又煮火锅 新买的牛肉 看待不待劲 等着半分钟 上天结果没有光了 好惨 这个美女说得很冷 所以她泡脚 我能不能等 她是泡脚了 等水多一点再拍 好惨 好惨 这个水都没有没过脚 昨晚本来我们准备在山顶上睡的 就遇到一个大哥 他问我们要不要一起下来河边这边录音 然后我们就答应了 结果连夜开车开了一个小时 回到了狗熊沟这附近 在河边录影 九天早上起来 下雨 我们害怕有泥石流 所以我们赶快起床了 现在才六点半 但是景色是挺美的 还是值得了 为了录影一个不容易 意外的早期让我们非常的疲惫 两个人在孟科特景区大门口补了一小时的觉 感觉今天是没有天气的希望了 还是要不断往前看 虽然这一次的行程一直在变化 但是旅途就是这样 总有意外 也有惊喜 不断的适应变化 这也是自家的乐趣之一 就像在雨中开车 也能看到这样的奇怪 东行到峡谷的终点 乔尔玛 就到了独库公路的地界 乔尔玛是修筑公路时代形成的小镇 三岔路分别通往库车 独山子和伊华 前面就是独库公路要进入的地方 实在是有点饿 我们先吃点东西 然后再出饭 这个拌面希望不要点杨敦俊 不然就是刺客 嗯 这里的物价还是高一点 对 拌面拌面 一个生气可以去拌 这个生气可以去拌 新疆特色阳过马路 你看这个大哥直接忍不住了 冲过去拍 外面的大哥都分身的下车拍摄了 大家都是移动的摄影机 这个大哥没开三度 他已经三次下车来拍了 有大哥说赶快给我拍拍拍拍拍 后面堵得好船一段 好的 好的 灵雾中突然出现了一堂一堆牛 现在开始下雨夹雪了 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吗 不是很明显 真的是你要在一条公路上过四季 今天就遇到了下雪 现在在下雪了 大家看到了吗 在下雪 这就是独库公路吗 这么神奇 真的很美 可是踏到了雾了 这边是可以打雪上 它下雪的话只能在下雨的时候 在山顶这样子下雪 感觉回到了冬天的世界 白茫茫的一片银庄素果 不错 怎么样 比很有感觉好一点 对 我们到了一个隧道哈西勒根隧道门口 这里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了 这边的房子已经是白了 好美 千年老病病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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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你可以在独库见到这样的场景 只能说独库公路满足了我们对雪山的所有期待 对所有想象都在这里可以实现雪山 然后这种梦幻颜色的湖 然后下着鹅毛大雪 突然间天又晴了 看啊 这种梦幻颜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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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幻颜色 正因为是这条由解放军工程兵花了将近十年才修好的天险公路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虽然一年只有四个月不到的时间可以有机会领略它的魅力 但是却能在这里经历一年四季 看遍新疆最精彩的地貌风光 穿越雪山、冰川、草原、河谷 虽然这一次我们只是从乔尔玛开到独库公路的起点独山子 一共123公里的距离 也足够我们去体验人类工程和大自然结合的天衣无缝了 体验到什么是艰险与美景被演绎到极致 刚刚还是鹅毛大雪 现在就已经完全放晴了 这个就是独库的一年四季了 就是独库的地团 要是地团队和独库的地团 那么多人说牧零 这非独库的地方有光芥 没太干凰了 这个地方有光芥 就是独库的地方有光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